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上次說到我在這間只有70cm闊度的空間裏砌了一張電競椅 其實電競椅的直徑大多數都是超過70cm的 所以我要找到一張適合我的房間的椅子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買的這張電競椅的下盤的圖是比其他電競椅更小的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你的房間也是非常窄的話可以考慮買我這一張 由於我的房間真的很小 我的房間在小到你們可以看到這個通道70cm左右 因為我床下面還有櫃桶是平時要拉的 所以其實我買的椅子基本上底座不能超過60cm就會比較好 但是我真的很想要一張電競椅 所以在淘寶裡找到一張最小的電競椅 那我就打算拿進房間裡才組裝 所以我現在就要一件一件的拿進來 然後在這裡組裝 還有呢 我也要好好考慮一下到底裝不裝手帕 因為其實如果裝完手帕之後 我怕我那張椅子左右擺也會很辛苦 因為真的 手帕也很寬 還有呢 其實我那張椅子送到過來 有地方已經花光了 不過其實這麼便宜一張椅子都不可以說要求什麼 我原本想買一張Diva的電競椅 不過那張電競椅的底座70cm 我買不到 然後呢 它就給了一張非常融融爛爛的說明書給我 啊 對了 那這張椅子呢 它可以讓你選擇不同質料的底座 那我選擇這個底座呢 就是尺寸最小的 嘩 它的腳呢 已經裂的了 我想說它的外皮 哎 我不知道啊 隨便吧 那張椅子 我之前坐的椅子呢 質料呢 差到什麼感 但是也要300元 這張好像都是200多元啊 我不記得 啊 它裡面已經有些生鏽了 好誇張啊 什麼事 它送了一個手機用的VR給我 蛤? 我以為它是輪胎來的 哇 突然你送了VR給我 怎麼摔啊 那呢 首先呢 就把輪胎直接插進五星腳上 嘩 都幾難塞一下啊 哭 第二步 把氣壓桿插進五星腳上 然後呢 把防塵套就這樣套進去 它那個油壓呢 因為油壓還是氣壓呢 我不知道它寫氣壓 那東西呢 就這樣插進去 完全沒有其他幫忙穩定的東西 接著之後呢 說明書就要把這裡的螺絲全部拾下來 不要看明啊 它第五步是什麼 什麼 可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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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腰 背 腹 腹 位 然後呢 原來它旁邊呢 有一個板手 要拉起它呢 它才會不會縮 但是呢 縮完之後呢 我又不知如何可以將它壓後 然後呢 進入一些螺絲 嘩 它呢 這裡呢 有個黑字寫著Front 然後有個墊長的字這邊 都算是挺貼心的 但是 應該正常人都不會看得到的 應該在說明書上寫會比較好 這個時候我就要決定到底 裝不裝扶手好了 我覺得 好像真的不裝 對我 我的房間比較好 最後一個呢 啊 啊 好痛啊 就把他們兩個摺在一起 屋上不是那麼安全的 啊 你看看 我連這樣也沒辦法 啊 好痛啊 那怎麼辦呢 安好了嗎 這真的安好了 好棒啊 好感動 對啊 如果以這個狀態 我還要安手把的話呢 應該挺吃力的 但是有手把真的不一樣 唉 夠厲害 我先試一下安一安手把 我先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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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啊 我的房間很髒啊 為什麼還要清潔 嗯 好辛苦啊 唉 終於搞定了 真的很累啊 好啦 那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呢 就要放下一個讚啦 還有還沒訂閱過我的話 記得如果訂閱我之後 要按訂閱旁邊的鈴鐺 這樣我出片的話呢 你就會有收通知的了 嗯 留言跟我說 唉 唉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想跟我說的 就留言跟我說 好啦 多謝收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